冷气团南下把中国大陆的迈害带到了台湾 包括彰化云林等地的学校都接到了通知 希望学校取消户外课程 教室里的学生都戴着口罩上课 这里是彰化县陆港国中 因为中国大陆迈害催进台湾 好几个县市的PM2.5指标达到最高的第十级 空气品质严重恶化 县府也通知各级学校评估是否停止户外课程 如果空污真的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立刻停止我们室外课 包括我们非教室里面的 包括体育课也会停止 另外如果小孩子觉得非常不舒服 或者那个气管有问题的 我们会强制或者迁导下一道健康中心领取口罩 临近海边的陆港县西二林等乡镇空气品质特别差 一早就有不少学校宣布停止户外课程 有些学校则是将体育课改到室内 云里线PM2.5指标一样是达到第十级 许多国小也都禁止学生到户外活动 平常我们小朋友很喜欢去打篮球 那原则上可能只放的时候就不去打篮球 不做户外的溜滑梯这个这些游戏 李校长表示斗六是达第十级的频率很高 一个月大概会遇到五六次 等于每个星期至少一次 校方程发给每个小朋友口罩 不过一般口罩无法防止吸入悬浮为例 许多家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希望这波买害赶快过去 记者邱石培黄安群 展化云林综合报道